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第一首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香港携手新加坡推动旅行泡泡 可行不可行 全球面临新冠疫情肆虐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边境依然处于封锁状态 10月以来旅行泡泡的概念再次广受热议 亚洲的两大国际城市 香港与新加坡率先达成协议 有望再进 旅行泡泡是在关系密切的 而且互信度较高的一些经济体内 形成的往来机制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旅行泡泡着重只在病毒相对受控 彼此检疫措施互相信任的地方 实现航空往来 也就是说 处在同一个气泡里的地方 相当于形成了排他的小型旅行网络 在保证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人员流动可在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进行 而面对气泡外的经济体 则依然采用更严格的隔离措施 牛津大学及瑞士大学的学者 模拟不同社交类型与病毒传播速度的关系 结果发现气泡式的社交网络 对于延缓病毒感染速度是最有效的类型 相比毫不受限的社交形态 可以减少三成的感染者 你知道吗 全球首个旅行泡泡 今年5月就在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拉拓维亚和立陶宛之间达成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 目前实施单项旅行泡泡 建立旅行泡泡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跨境旅行的需求 更是为了重启遭到疫情重创的经济 尤其是与旅游业相关的零售、餐饮、住宿等等 跨国旅行停滞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旅游和旅游理事会估计 约十分之一的工作与旅游业有关 比如在希腊这样的热门旅游地点 旅游业提供了40%的就业岗位 经济学人认为 旅行泡泡形成的潜在经济规模 可达到全球GDP的35% 占所有贸易与服务的39% 并且是全球旅游消费的42% 如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 比双边贸易协定更有效益 旅行泡泡涵盖的范围越大 经济效益就越高 那要形成旅行泡泡不仅是要在地理位置上接近 检疫措施达至互信 还更多取决于气泡成员之间的 经济贸易规模和互补程度 如果成员间的经贸联合足够紧密 就更容易形成气泡 以便互相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 香港与新加坡在10月15日 就达成了建立旅行泡泡的原则性协议 双方有望于未来数周内敲定细节 完成后旅客即可踏上航班 这两个地方拥有相似之处 区域面积小但都是国际大城市 那两地的服务业发达 跨国公司多 同时有着高效的营商环境 和累积多年的贸易经验及伙伴 并且在法律上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体系 加上华人所占比重较高 被誉为购物天堂 首先开放普通旅游被认为在情理之中 不过看似理想的旅行泡泡 其实存在了一定的风险 旅行泡泡一词也可理解为泡沫 由于疫情讯息万变 那气泡可能中途破裂 有些地方看似疫情缓和 但潜在的社区传播链 也带来了极大风险 此前在波罗的海三国建立的旅行泡泡 事情不久便因疫情反复而暂停了 那至今仍然未恢复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今年5月宣布建立气泡的计划 原本打算自9月初实施 但也因为澳大利亚的疫情持续而搁置 目前只开放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单项旅行 而在亚洲 泰国原本希望邀请附近病毒感染率较低的国家游客来旅行 比如日本、韩国等等 但新一轮的疫情爆发打乱了该国的计划 香港和新加坡宣布达成的协议成为下一个观望点 那是否真正实现还少未知 那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 何百良就认为 协议能否达成 要似乎香港疫情会否在短时间内恶化 如果香港疫情有变化 则城市机会不大 换个焦点 印军寻获一名走失中国士兵 承诺及时交还 根据美联社报道 印度军方公布的一份声明中就指出 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拉达克的印度实控的 丹阙克地区被印军逮捕 印军准备不久后就释放他 那声明就称 这名解放军战士在实控线东侧迷路后走失 那印军表示 已向这名中国士兵提供了药物、氧气、食品 还有保暖的衣物 帮助他抵御高海拔的严寒天气 那并且将于不久后 在楚楚尔墨尔多会晤点把士兵交还给中方 另外根据中国军网报道 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孝 就称10月18日晚 一名印牧民请求帮助寻找牦牛的士兵迷路走失 张水利称 事发后中国边防部队第一时间主动向印方通报情况 并希望印方协助搜寻救援 那印方答应遗余支持 并承诺找到中方人员后将及时归还给中方 张水利就说 希望印方信守承诺 抓紧向中方移交走失人员 与中方一道共同推进第七轮军长及会谈共识落实 那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那今年的6月15日 中印双方在拉达克地区加勒万河谷爆发激烈冲突 那造成了至少20名的印度士兵死亡 外界猜测 中方其实也有人员伤亡 但是解放军方面始终没有对外公布任何的伤亡消息 那解放军在冲突中俘虏了至少10名的印度军人 其中包括了10名的印度军官 那冲突结束三天后 在经过军事和外交协商谈判之后 中方向印方挥还了被俘虏的印度军人 那印中双方都在拉达克地区 驻派了数千名军人 并增加了包括火炮、坦克和战斗机在内的各种军事装备 现在这一地区即将迎来寒冷的冬季 夜间温度可以降至零下50度 中国外交官斐济打人事件 战狼如何变流氓 那曾任斐济政府新闻顾问的戴维斯 在其部落格披露10月8日 两名中国外交官日前闯进了台湾驻斐代表处 国庆现场强行拍照 不听欠主 拒绝离开 并殴打了台湾代表处人员 事后还到警局反控台方人员动出 那台湾媒体称这是战狼变流氓 前驻法台北代表处代表吕庆龙解析 中国外交官这样做的原因 那根据报道 11月8日晚间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 当时正在太平洋大酒店举办国庆晚会 两名中国大使馆人员闯入会场后 竟自对活动流程和与会人员拍照 那经劝导后仍然不愿离去 台北办事处方面指出 当天参与晚会者有外交使团 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斐济华人社区成员 那两名中国外交人员随后竟出手商人 那欧打要求他们离开的台北办事处成员 导致伤者送医 斐济警方获报后抵达现场 但中国官员主张享有外交豁免权 那警方因而没有受理 事件据称已被压下 但台湾已向斐济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 台湾前驻法国台北代表处代表吕庆龙 在前进新台湾三例新闻表示 这事不是个案还要密切观察 如果是通案 另外一种场景会出现 谈到这种状况 真是害人听闻 他说 这里要搬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961年联合国通过了 我们的立法院也通过了法律 来通过以后 当然是生效的 那我们从外交事务上来看 办外交就是广结善缘 那其中 吕庆龙援引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 有一句话说 所有享有特权跟豁免的人员 均富有接受住在国法律规章之义务 那吕庆龙就认为 这次的意外事件可能 一个是擦枪走火 或者是自己要表攻 那造成了这个所谓的高度遗憾 那第二个他是刻意要进行 有几个面向 通常我们办国庆酒会 场地先讲好 各项条件都先安排好 有一套的标准作业程序 不排除是中国大使馆的人 眼红 那我们的黎大使 黎代表做得很好 中国外交人员就认为这是个机会 他只要创造一点新事件 然后媒体可以报道 他就可以对北京邀功 结果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做法 他说 如果大家发现中国大陆派出这样一些外交人员 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国际事务 处理国际关系 这并不会得到认同 那菲济是一个主权国家 有自己形式的根据 而且在国际社会 他也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不希望被人家看不起 那吕庆龙就说这次的新冠肺炎试虐 造成全球的震惊 你看到的欧洲国家 看到多少国家都充分了解中国大陆的形式风格 那包括法国总统在联合国会议开幕的时候 都公开的去呛呛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些做法 他们比较偏向于解读它是一系列做法 这跟北京的外交就是王毅领导的团队 当然有直接的关系 吕庆龙就认为中国大陆这个动作是非常的粗暴 那吕庆龙在受访时表示 台湾的抗议表现做得非常的出色 让中国大陆眼红 让中国大陆觉得面子挂不住了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思考 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做 那这就是我们比中国大陆更有信心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说我们大家来观察 然后一定对斐济政府有所表示 他也相信 他们的黎大使一定跟当地政府有相当密切的互动 吕庆龙就认为有关议题有助于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大陆的处置方式 接着我们一起把焦点转向日本 那日本说减少依赖中国制造 资源日企南迁东南亚 日本首上菅义伟9月中旬上台 首选到东南亚访问 显示出日本重视东南亚 引导日本企业前往东南亚发展 那昨日简义伟在越南访问时强调要与东盟各国强化关系 大力推动日本企业投资东南亚 建立多元物资和零部件供应链 那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那此外日本也在这个地区推广数据化科技 那进而为国际打造一个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数码化准则 日本政府强烈意识到在爆发冠病疫情之际 日本过于依赖中国制造的医疗物资 导致在紧急时刻面对了供应问题 那据悉日本政府为充实医疗及汽车零部件 在中国以外的供应网将支援日本企业南迁东南亚 那日方已确定将支援的30个项目中 半数将在越南实施 基于越南近年来一直为日本提供 以实习生为名的劳动人才 日月两国政府昨日也交换了12项有关 司法领域的合作文件 那菅义为与越南总理阮春福在河内举行会谈 就南中国海局势陷于紧张交换意见 菅义为就说作为印度太平洋国家 但愿一起能为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携手做出贡献 阮春福回应说同意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也愿与日本合作 推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 并期待日本继续为区域做出和平贡献 那日月两国昨日达成有关 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 菅义为在联合记者会上就说 这是两国在安保领域跨出的重要一步 他过后在河内大学演讲表达日本支持区域 以国际法维护海洋权益 菅义为就说 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构想 与亚西安峰会通过的亚西安印太展望文件 都是为了携手为这个区域打造繁荣与和平的未来 在出访前他强调亚西安是日本推动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 极为重要的伙伴 菅义为结束了越南拜访后将在今日续城前往印度尼西亚 日本媒体就认为他此次出行也背负了宣传印太战略的任务 接着我们来关心美国制裁两名中国个人和六家实体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将两名中国个人和六家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 因他们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IRISL有业务往来 并在某些情况下帮助IRISL逃避美国的制裁 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包括了 仁达投资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仁达航运 Delight Shipping Corporate Limited Gracious Shipping Corporate Limited Noble Shipping Corporate Limited 以及Supreme Shipping Corporate Limited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将Rich Holding Group Shanghai Company Limited 执行长陈国平和该公司总裁合议列入黑名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就表示 今天我们再次向全球利益相关者发出警告 如果你与IRISL做生意 你将面临遭到美国制裁的风险 美国国务院对这六家实体提出了多项指控 其中包括了提供与伊朗航运业有关的 重要商品或服务 还指控仁达投资控股集团和其旗下的仁达航运 帮助IRISL其子公司逃避美国的制裁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 世卫说亚洲国家抗疫有成 欧美应向其借鉴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欧洲和北美洲应该效仿抗疫成功的亚洲国家 坚持不懈地遵循抗击2019冠状病毒 疾病大流行的防疫措施 致力于隔离和追踪接触者 路透社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瑞安周一在记者会上说 在过去的一周 欧洲地区包括俄罗斯总共录得8500起死亡病例 其中一半国家的确诊病例增长了50% 瑞安就表示 近几个月来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韩国通过追踪、隔离和居家令 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 他指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段长时间内实施限制措施 而其人民对政府展现了高度的信任 瑞安就说 这些国家冲过了终点战后还在继续奔跑 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那个终点战只是一个假象 太多国家给自己设了一个幻想中的终点战 他们越过了这个终点战后就开始松懈下来了 瑞安就认为 对于关键活动一直严格把关的一些亚洲、南亚、西太平洋地区国家 才是真正抗疫成功的典范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全球单日确诊病例10月16日首次破40万起 成功压制低波疫情的欧洲又一次成为疫情正中 美国仍然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万起 而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2万起 而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染疫人数即将破100万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收看